胡同燒肉集團 旗下要開一個新的品牌的漢堡肉 A5熱島的和牛 燙火要能夠控溫是一件很難的事 相對要有比較好的經驗 我們到時候抽13位粉絲 一起來這邊吃吃看這個厲害的漢堡肉 無論如何我一定讓你吃到飽 歡迎收看漢堡天下 我是漢之哥 我們現在在胡同燒肉 我來吃燒肉嗎 不 我今天不吃燒肉 我們今天來吃漢堡肉 胡同燒肉集團旗下要開一個新的品牌 他現在還沒營業 但他們規劃的已經差不多 所以是我們漢堡天下 第一次要開箱別人還沒開箱過 因為其實是 不是因為我們去跟他收了什麼錢 還是來幫他做業備 不是 因為上次我們有一集的鳥喜 我吃了我覺得老闆 他對食物的堅持 所有的細節都規劃得很好 我個人很喜歡 那他有跟我講到漢堡肉這件事情 我就說 那老闆可不可以有機會 讓我們也來拍攝看看 好不好我們粉絲也吃得到啦 那我們一起去看一下 好 我們的新的品牌叫燕丸肉 丸肉的意思就是 日本那邊的話 丸肉的意思是 牛的絞肉 把它切成比較小塊的 碎肉 然後再把它組合起來 日本的牛肉的話 它是比較屬於油脂比較多 為了要克服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有添加了美國牛 讓它去找到一個平衡點 我覺得這很用心的 因為大部分他們會標榜的是用A5熱島的和牛 如果你整個漢堡肉 你百分之一百 你用日本和牛的話 相信大家有吃和牛的經驗 你可能吃個兩口三口 你可能就吃不下了 為什麼 因為油脂含量太高 當然口感綿密 可是不會百吃不膩 所以我們覺得 你如果準備了三個漢堡肉 如果你都是日本和牛 我絕對吃不完 我可能半個都吃不完 但是很聰明的是 他用了美國牛跟日本牛 做一個結合 對 漢堡肉在日本好像是家喻戶曉 就是說 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漢堡肉的組合 國民美食 我以前沒有辦法理解 就是說 漢堡肉到底有什麼好吃的 那漢堡不就是一定要夾在 麵包裡面吃嗎 就是跟麥當勞一樣 這是我小時候的理解 長大之後我發現 可以不要吃麵包嗎 我可以只吃漢堡肉嗎 就變成這樣子 其實 如果對日本 把這一個文化 流到台灣 其實最早期好像是 德國還是美國 然後傳到日本 然後引進來台灣 這個叫做 非物質文化的遺產 其實這幾年餐飲的文化 變得很多變 很多元 各個國家的料理 都跑進來了我們台灣 讓我們這邊可以吃到 各國異國的料理 我們會希望是建議您先吃原味 好 因為我們牛肉本身的話 我們沒有過度添加 希望你能品嘗出牛肉的香氣 我剛剛一解那個汁噴出來 對 這個飯好好吃 這是什麼米 月光米 日本的月光米 全日本進口 日本的 它大顆 然後飽滿 它有點飽水 對 我覺得它吃起來那種 口感很好 我很少吃飯 除非我吃到 很好的飯 這個蛋黃啊 它這個是可以生食的蛋黃 對 跟這個絞肉 然後還有這個飯 然後可以拌在一起吃 你還記得我們上次吃酒技的時候 我說的我們的 我的靈魂食物是什麼 就是 蛋黃加白飯 我要有一個好的荷包蛋 蛋黃不能熟 然後再來就是要一個很好的白米飯 跟醬油 這就是我的靈魂食物 還好 我家不住這 不然我就天天來吃這個 我們吃食物啊 就是我們在消費 它的本意 就是不可以離開它的本質 為了說讓客人可以品嘗 不一樣的口感 所以我們有 提供了六種口味 那這六種口味的話 分別是我們特製的辣椒醬 對 那還有我們的鹽蔥 還有菌菇醬 還有我們的胡同的椒鹽 那蒜泥的話 我們也有在做改良 我剛剛其實在我們拍攝之前 我有試一下他們的醬料 然後呢 我會我才想說 我待我再吃的時候 會用怎麼樣的組合 然後怎樣的搭配 會比較直接一點 我會建議啊 我們第一次來吃的朋友 你們可以 剛剛最經典的組合就是那個蛋黃 再來呢 你一定要加他們的鹽 他們加的鹽是他們自己獨創的 如果加這個鹽的話 其實它對你的味覺 其實在你舌尖上有刺激是比較重的 然後呢 你可以明顯的它把它的肉香 肉汁整個都提出來 那第二個吃法呢 我會比較想要用 我們比較熟悉的就是這個蔥鹽的感覺 非常喜歡這一個搭配 對 因為這個蔥鹽它不會任何的嗆 辣 它裡面還加了一點芝麻 可是尾芋好像有點 薑泥 對 的感覺 對 所以 蔥 薑 芝麻 一個辛香料 配合這個牛肉的話 就是一個 滿道地的一個吃法 跟味道 我覺得松露很安全啊 因為松露不用講 松露你搭牛肉 肯定好吃的 然後松露大海鮮 隨便都好吃 但是 剛剛 主廚有跟我說 這個松露啊 也是另外特製的 我說錯了 它不叫松露醬 它叫他們的蘑菇醬 松露是裡面其中一個成分 不是以松露為主 這裡面還有一個 照燒醬 蒜泥醬跟辣椒醬 那其實 我剛剛在吃這個照燒醬的時候 它搭配在這個牛肉上面 其實是 甜感比較重 但是甜感重的時候怎麼辦 那你就要搭配辣椒 你可以加一點這個照燒 搭配你的白飯 再加一點辣椒 配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有甜有辣 它這種辣 對於比較算中後段尾韻比較辣的那一種 會有點像 辣味噌的那種感受 因為它這個是用果汁機攪的 所以它比較細碎 所以 它在吃起來的話 就是在後面 感受會比較明顯 他們除了這個牛肉漢堡以外 還有雞肉 在胡同的集團 他們旗下有一間叫鳥喜 要形容的是金井雞 一隻雞能夠做幾個丸子 能做幾顆雞肉丸 一定沒幾顆 我們必須要控制火的溫度 因為如果火太大 口感不是我們要的 那溫度太低的話 它沒有辦法繞上它的繞痕 燙火要能夠控溫 是一件很難的事 相對要有比較好的經驗 但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看喔 這個漢堡肉它長成這個樣子 為什麼它的痕跡是 繞進去的 因為冷藏肉比較軟 你如果比較偏硬的時候 你是只能在表面上留下痕跡的 它比較軟的時候 在炭火上面烤的同時 它會下陷 主廚必須要很小心的是 它一定會一直往下跑 那你就要一直翻面 一直翻面 讓它慢慢熟慢慢熟 我們都知道烤熟這件事情 可是你知道 當你烤完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繞痕 亂七八糟 代表你是不規則的亂翻它 其實這技術含量超高 沒有這麼容易 因為我牛肉吃太多了 所以我個人其實我現在 我覺得這幾年我對雞肉的這個料理 特別的喜好 所以好不好吃的雞肉 我一吃我就知道 連雞肉的飽水都可以做得這麼好 我剛剛在看到這個雞肉的時候 腦中第一個畫面就是 我想要沾他們這個蒜泥醬 因為這個蒜泥裡面放了一點檸檬 在酸跟一些辛辣感的提味之下 看雞肉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你一入口之後 竟然是甜的 然後後面是蒜泥的那種刺激感才跑出來 雞肉讓我第二個想到的就是 小時候的回憶 照燒雞肉 所以我就會想要 帶他們的照燒醬 我成功了 沒有啦我頭吃薄啦 因為我用筷子扶著 就是照燒雞肉這件事情 一定要加蛋黃 為什麼 沒有啊它這個就是在我腦袋裡面的組合啊 我覺得這個組合一定超爽的 甜膩 那種甜感 然後加上蛋黃的香氣 配上米飯的陪襯 我覺得這種平衡剛剛好 我的聯想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搭配 其實很有趣啦 漢堡肉不是只是漢堡肉 它有六種的醬 然後還有蛋黃 一些置物讓你做搭配 我是覺得蠻有趣的啦 先是什麼味道 再來什麼味道 當你吃完之後 還有什麼味道 你就會變成美食家 因為你有你自己的見解 我們今天就是幫大家分享一下 胡同燒肉系列的一個新的品牌 燕碗肉 好不好 碗肉這兩個字 應該現在最近在Google搜尋 一定是那個量底非常大 前幾名的 所以 我們也把這一個新的品牌 新的開箱 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我會抽13位粉絲 然後我們一起來到這邊 我們來吃吃看 在台灣數一數二的集團 所研製出來的新的漢堡肉 然後帶領我們 有一個新的味覺的感受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跟著漢桃天下一起淘進天下 我們下次見 蛋黃 然後先是蛋黃的味道 然後照燒的那個甜味又出來 然後它就一直循環 然後就不會 你會覺得說 你只有照燒的甜味在那邊 你會覺得說 各位觀眾 你有沒有聽到一個重點來的 我們家的卡寶 現在形容食物的層次 我不相信他以前拍其他的節目 他有辦法這樣子形容 所以 試著把你嘴巴裡面的感受 說出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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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